这是吴欣语 本期的长星讲座呢 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 无有角的一些变化 在上一期中呢 我们讲到了啊 无有角 对于无有角呢 白棋最常见的拖啊 种种变化 那么呢 对于这个无有角啊 白棋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手段 那么呢 这个手段呢 白棋呢 还有这个 这个尖冲 外靠 以及呢 这个正头的下法 正头的下法呢 在以后的节目中呢 我们会专门呢 提到啊 也就是专门会研究到这个下法 在本期中呢 我们主要来看一看 白棋尖冲和白棋靠的 两种下法 白棋尖冲 无有角呢 呃 它主要的目的呢 还是以照顾外围为主啊 照顾外事为主 它呢 还是走在高位 第一呢 压迫这个 呃 黑棋这个无有角啊 让它呢 限制它的发展 呃 更大的目的呢 是结合自己 呃 抢占中央的势力呢 呃 在中央形成这个发展 黑棋呢 对于这个呢 呃 有 两种比较普通的硬法 啊 一种呢 是爬 啊 一种是在上方 上方硬 上方硬呢 主要呢 是爬 或者说呢 飞也有 我们来看看 呃 黑棋 如果爬 那么白棋呢 就退 黑棋再爬 白棋退 啊 黑棋跳 在这个上方呢 可以说呢 暂时告一段落 白棋呢 在中间 走了三个 与黑棋啊 下面这三手棋交换呢 呃 从木树上来讲啊 白棋呢 是比较吃亏的 白棋是比较吃亏的 那么 呃 作为白棋来讲呢 他得到的呢 一个是 这个三个子朝中央这个发展的面 啊 这个能有 多大的作用 啊 要根据这个实战来看 呃 第二呢 白棋得到的好处呢 就是呢 在限制黑棋发展的同时呢 在这边呢 呃 留下了一些 这个味道 以后呢 可以啊 这个靠下去啊 甚至于来说 直接飞 继续呢 金银中复 那么 这个结果呢 呃 可以说是这个 呃 白棋取势 黑棋取地的一个结果啊 呃 呃 白棋 要想这么下 还是需要呢 就是说呢 呃 一点这个 勇气啊 一点勇气 因为毕竟从实地上来说呢 白棋损失还是比较大的 呃 这个外势 到底能有 多大的发挥作用 要根据这个 呃 实战的情况呢 来决定 同时 在黑棋爬的时候啊 白棋呢 还是可以考虑呢 就是说呢 呃 直接跳一个也有 直接跳一个呢 就是说呢 呃 黑棋再怎么走 白棋的这个 呃 木树呢 可能呢 会比刚才好一点 黑棋如果袜张 白棋及时补住 啊 及时补一个呢 黑棋出来 黑棋在木树上呢 呃 跟刚才差不多 但是呢 这个外面呢 可能呢 白棋比刚才呢 会厚一点点 啊 这个好坏呢 要根据这个 实战的情况来看啊 那白棋在这个过程中 当你袜张的时候呢 白棋也有可能啊 尖一个 封住这个黑棋 黑棋断了 白棋就长啊 与黑棋这个作战 啊 至于作战的 这个成算如何呢 要看这边的这个配置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 当黑棋从这边爬的时候啊 啊 白棋 这样呢 是一个呃 比较普通的形状啊 嗯 嗯 在实战中呢 运用呢 起来呢 就是说呢 还是比较难以把握的 双方都比较难以把握 呃 实际上呢 当白棋尖冲的时候啊 黑棋下法最多的呢 还是贴这个 贴这个 贴这个呢 呃 同时呢 就是说呢 不让白棋呢 有这个呃 不容易脱身 啊 因为你如果再脱先的话 黑棋下一步搬起来 啊 这个白棋这个纸和黑棋的交换 就会损失变得非常的大 啊 损失会变得非常的大 那么白棋 得继续走 然后呢 黑棋再贴 白棋退 黑棋呢 飞 这个在实战中呢 会经常这个出现 啊 会经常这个出现 呃 在过程中 呃 有 有些棋友啊 一直很 会很迷惑 就是说 我为什么 啊 为什么这个老要这里贴一下 我贴完以后当飞 不是挺好的 但是 这个 这一手啊 不与白棋交换呢 那么黑棋啊 这个脚上 以后被白棋呢 留有这个扣的手段 黑棋有些难受 啊 这个是黑棋为什么要贴一下的原因 如果你老老实实跟着硬 啊 那白棋就拐住 这个形状 白棋非常的舒服 啊 白棋非常的舒服 等于呢 呃 打 打完以后 你是不能打在这里 因为打在这里 这个地方被一冲 这个黑棋形状呢 就 裂了 啊 形状就裂了 那么 当白棋靠时 黑棋虎 这个也是舒服 舒服 那么白棋就退 白棋就退 这个黑棋 如果立下来 那么被白棋牢牢封住 这个黑棋是明显吃亏的 黑棋继续压呢 这里被扳一下 啊 这个脚上的实地啊 非常的吃亏 那么白棋在跳出来 这个呢 是 黑棋呢 呃 呃 形状 比较这个 淤啊 这个黑棋形状 显得比较重复啊 呃 不舒服 脚上的木树呢 呃 也 被白棋呢 收得差不多了 非常的小 当白棋靠时 啊 黑棋最强的硬法呢 是 直接飞出来 直接飞出来 不过即使这样呢 白棋也可以翻 啊 黑棋退 啊 白棋呢 就跳出来 总之来说 黑棋不贴这一下啊 白棋呢 有靠的手段 有这个 尝试这个 黑角的手段 黑棋呢 比较难受 黑棋比较难受 所以 这个呢 也是 我们晚晚啊 在实战中 这个 黑棋 先贴一下以后 再飞的 这个 原因啊 还有一点呢 呃 这个事情啊 总是有相对性 啊 相对性 所以说 黑棋里面贴一下 跟白棋外面 尝一下 交换呢 有可能说 黑棋 被白棋外面多一个子 外面加强了 这个呢 呃 黑棋呢 这两个手交换呢 吃亏了 但是你反过来说呢 就是说呢 呃 你让黑棋 白棋外面 多了一个子以后 以后一旦啊 这个 起来攻击这个白棋以后 白棋呢 反而有可能 有两个子变为三个子 啊 走重了 走重了 这个结果呢 黑棋呢 就是呢 脚上的实地 非常的结实 也很 也很大 而白棋在中间走了三个子呢 是到底是后四啊 还是姑棋 这个呢 很难讲 呃 我们看个简单的啊 实战力 简单的实战力 这是一个盘高手的对局啊 黑棋 白棋二连心啊 当黑棋 手脚时 白棋就尖冲 啊 然后黑棋贴 白棋退 黑棋贴 白棋退 黑棋飞 走成了一个很常见的变化 那么接下来呢 白棋三连心啊 白棋三连心呢 是一个精英模样的下法 那么他就是认为呢 在这里啊 有了三个子帮忙以后 对于以后这个中复的作战 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对于这个监冲来讲呢 呃 这个使用方法非常的这个奥妙啊 非常的奥妙 主要呢 呃 是呢 与取势啊 与全局相连贯 这个稍微有一点这个只可议会啊 不可言传的意思啊 大家希望呢 大家在实战中运用这个的时候呢 呃 可以呢 在平时之后呢 可以抱以试 尝一尝 尝试一下的心态啊 体会一下这个监冲 到底对于以后局面的发展 会起到这个多大的帮助 好 我们呢 来回到棋盘 啊 来看看 白棋 对这个角的另外一种下法 那么呢 就是 外靠啊 外靠啊 外靠 外靠这个下法 嗯 是 近几年以来啊 就是说 出现的这个频率啊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它的 主要的呢 呃 一个前提呢 就是在这个角啊 右下角 有指的情况下 白棋采取外靠的呢 呃 情况非常多 本身 在这个局部来说呢 白棋拆一个啊 是一个很本分 很正常的下法 但是现在外靠越来越多呢 它是追求这个效率的意思啊 追求效率 那么黑棋啊 怎么硬 我们来看一看 黑棋 心未退 这个是最普通的下法啊 最普通的下法 那么呢 呃 虽然你是最普通 最老实的下法 但是白棋靠完以后呢 白棋呢 还是可以满意的 接下来呢 白棋 就可以往回 拆一个 拆一个 那么靠一下的好处是什么呢 靠一下的好处就是 当这个以后 以后白棋行棋的时候啊 就可以 直接立下来 直接立下来 呃 怎么说呢 如果你这些都不走 那么在这个局部 白棋以后一手棋 只能拆二 走到这里 而这个等于呢 直接就走到这里去 等于这里还交换了一下 这个 木树的差别 这个是 与拆二相比是差的非常的多 差的非常的多 这个白棋木树啊 也便宜的非常的多 这是靠的最初的意图啊 就是如果你最简单的走一个 那么我就拆 你要是拆过来啊 我这两个呢 并不是很损 并不是很损 而 我一旦立下去 我这个木树就便宜得非常多 大家注意点呢 就不要随手去扳 这个扳是属手 这个扳和黑漆交换是属手 因为你以后再走的话呢 只能粘上 那么这个拐 就变成亏损 就变成一个亏损的形状 因为这个棋以后你总是 单立啊 保留 这个跳的光子 保留这个跳的光子 所以这个呢 棋呢 这样也是 白棋的 靠的基本意图 那么了解这个白棋靠的意图以后呢 我们大家也就知道 这个退 黑棋退是不太可能 那么黑棋还有一种下方 就是立 立下来 立下来呢 虽然脚伸目数好一点 但是呢 这个位置呢 太低 都走到二路去 这个明显位置有些低 被白棋 以后从上面跳的话呢 接下来这里 还有靠的手段 这个呢 白棋在外面 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这个呢 黑棋是不能满意的 那么 退一个 立一个 黑棋都不能满意 不能满意呢 那么接下来呢 肯定黑棋呢 就是要扳 黑棋肯定是要扳 扳的时候呢 白棋呢 退 白棋是退 黑棋接下来呢 有两种下方 比较解明 手实力的下方呢 就立一个 这个线上可以立 因为有了这两手交换 便宜以后 这个呢 黑棋立下来是可以 不过白棋呢 通过这两靠 也达到了它一定的目的 那白棋呢 可以往回拆一个 那么它达到了一个什么目的呢 就是说呢 当我拆的时候 就限制了黑棋 在这边的拆的手段 如果你当拆 黑棋可以拆过来 黑棋可以拆过来 那么白棋呢 白棋呢 就是说给黑棋留下了一个 开拆的好点 而我有了这两手交换以后 而我有了这两手交换以后 黑棋呢 这个拆的好点就没了 以后如果轮到我一走 那么呢 等于呢 无形中 我就暂时 大家看看 我就暂时抢张到了这个逼住的好点 我就暂时抢张到了逼住的好点 我就暂时抢张到了逼住的好点 这个呢 是当黑棋立下去的时候呢 白棋的这个意图 我猜 如果黑棋压 当然也是非常大的意思 白棋呢 可以暂时不走 暂时不走 因为下一步 黑棋才能走到这里 虽然这个是损的 但是黑棋的速度慢了 不过即使硬一个呢 在木树上 与黑棋直接拆过来相比 这个白棋木树还是便宜 木树还是便宜 不过亏损 也有亏损之处 就是呢 黑棋这边走后了 对于这边的发展呢 黑棋会有很大的好处 这个也要看这边发展的潜力 有些棋呢 就是说呢 直接拐 直接拐呢 当然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不过呢 它给了黑棋呢 一些变化 黑棋如果就简简单单的退 当然也不能说是坏棋 这个棋形也是很结实 也很挺拔 但是呢 相对来说呢 略显有点重复 略显有点重复 那么白棋呢 再拆 等于呢 这两手交换 白棋已经走到了 而黑棋呢 少了一个压的好点 这个白棋呢 就是说呢 还是比较满意的 等于就拆了这个的同时 等于是先手 等于是先手交换到了这一下 先手交换到了这一下 虽然剩下的两下交换呢 白棋略亏 白棋稍微亏一点 但是呢 白棋能够先手抢张到这个大厂 化解掉黑棋拆过来的好点 白棋呢 还是可以满意的 不过你拐的时候呢 也需要注意啊 这个黑棋呢 不见得会老老实跟着硬 黑棋可能会夹击过来 夹击过来 白棋打车 黑棋呢 装上 黑棋装上 白棋呢 补一手 白棋呢 穩健点呢 是补一手 积极一点呢 可以直接逼住 双方形成这个战斗 所以这个白棋到底能不能拐得到 还是一个这个疑问 还是一个疑问 你解明一点呢 就直接拆一个 以后呢 找机会再拐一个 也是可以的 当然黑棋有可能不接 白棋先挂一手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不过呢 白棋以后可以靠下去 大家注意啊 这个棋 黑棋不硬的话 你这个不能提啊 这个提是个大叔手 这个要闹笑话 这个白棋呢 以后呢 直接靠下去的手段 所以接一个呢 还是挺大的 这是黑棋立下来的以后 白棋的一些下法 当然呢 黑棋更加积极的下法是 压 继续压 继续压 如果你再退 这个就跑了 这个被 黑棋立下来呢 你在拆回来的时候呢 等于无形中呢 这个黑棋 已经先手压到这一下 同时压到这一下的时候 你还退了一个 没跳 退一个也比较重 以后呢 黑棋留有 这个伏肌 所以白棋退 是不好的 那么作为白棋来讲呢 这个棋呢 跳一个 跳一个 这时候 黑棋不能立了 黑棋不能立了 立了以后 白棋不但不会走这个 它甚至于直接 会往回拆一个 这样白棋的形状 会非常的好 那么黑棋继续挖 打吃 粘上 注意 黑棋的这两个下法呢 就是说呢 放弃脚上的实地 而均匀呢 这边 在这边呢 至少呢 要有一定的配置 一定的配合 接下来呢 白棋如果 斑 如果斑 黑棋呢 可以根据情况 有两种选择 一种呢 如果觉得外面大 如果觉得外面大呢 那么就是 可以考虑断移 断移 断移 白棋 沾上 白棋 这时候也不能打 这时候打黑棋 会断打在这里 白棋 沾上 黑棋 吃掉 外面 白棋呢 打吃 白棋打吃 这个等于就是 黑棋得外势 白棋呢 得实地 这个结果呢 第一 首先黑棋还是要 需要这个增值有力的 第二个呢 要看看这个外势的 发展有多大 黑棋 第二种下法 黑棋第二种下法呢 就是说呢 直接退一个 直接退一个 大家需要注意 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 这个地方不是明显能联帮助吗 联帮助 你要吃了 我可以把外面两个提了 但是这个联帮助 这个不太好 为什么不太好呢 第一 白棋 它可以随时有断打 打吃 提掉脚上 转换的余地 第二 由于你联帮 白棋有这个打的手段 你外面的这个头 就变软了 这个白棋贴起来以后呢 黑棋啊 这个是 会呢 有一些这个问题 会有一些问题 嗯 首先黑棋 由于多了这个打以后 这个头变软了 你在搬的时候 被白棋一搬 这个黑棋不好继续 因为随时要断打你 随时要断打你 那么 里面呢 你也没什么棋 好像 你断这个 本身断这个 白棋简单点 就可以打掉你 就可以打掉你 你打吃提掉 虽然在脚上 厚上加厚 提掉两个子 但这个外面 白棋提掉一个子以后 这个配子 白棋实在太舒服了 黑棋浴在这个里面 明显的显得重复 其二呢 当你断的时候啊 白棋还有可能 就直接装上 你尝 我就先把脚上吃掉 先把脚上吃掉 然后呢 当你断的时候 我再 逃出来 逃出来 这个下法 黑棋完全没有成算 因为先把脚上的木树 全部损失掉以后 再继续的话 这个黑棋是完全没有成算的 所以说 这个虽然能连帮助 虽然能连帮助 但是呢 这个不是太好啊 那么呢 所以退 是这个正常的下法 然后 白棋贴 黑棋搬 这个头比较硬了 白棋如果往里面怎么说呢 这个也是个难 如果说一个 那么黑棋呢 可以考虑在这边经营 比如说 你这里有个子 我这里有个子 可以呢 继续经营这个模样 因为它这个压的手段 就是经营这个模样 当然呢 也可以长这个头 继续呢 扩张这个后势 白棋搬 白棋如果搬呢 黑棋退 退 也可以 简单退也可以 这个头呢 跟刚才不一样 黑棋是比较硬的 由于这里啊 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断点 白棋呢 一时呢 也不好 就是说呢 继续这个强行作战 如果你继续走的话 由于它 黑棋随时有这个断的手段 它就把这个头一斑 现在就变成 等于是变成了一个白棋的软头 白棋的软头 当然 黑棋呢 还有更积极一点的下法呢 黑棋这个单一斑的时候呢 黑棋还有这个断的手段 还有这个断的手段 白棋呢 只能虎 白棋只能虎 白棋拐打是属手啊 这个是属手 那么黑棋退以后 这底下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依然没有解决 那么白棋只有虎 然后呢 黑棋跳出来 与白棋作战呢 这个也是一种下法 以下的变化呢 也是非常的难解 白棋肯定不能吃 吃完被滚打 这个受不了 那只有长 那么黑棋再吃 吃完以后呢 黑棋可以拦下来 可以拦下来 这个里面呢 白棋还得靠 如果 这个里面白棋没有活进 就是说黑棋以后 这一代还有点鲜手味道 这个呢 白棋呢 作战呢 也是没有把握 所以当黑棋搬的时候 白棋呢 可以考虑直接补一手 这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等于就是说呢 黑棋在牺牲了这边的实地以后呢 在上方形成这个发展 这个下法呢 就是说呢 优劣也很难讲 要看这个上方的模样 到底是有多大 以后这个厚实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总之来说呢 你在白棋靠的时候 白棋心里呢 也要有所准备 也要有所准备 如果黑棋这么走出来 非常严厉的话呢 那你这个靠呢 就会有问题 简单总结一下呢 就是说呢 当白棋靠的时候 黑棋搬 反击是必然的 白棋退时 黑棋呢 有两种选择 就是说 一种以实地为主的立下去 另外一种 以这个外势为主 上边发展为主 压上去 这两种下法呢 黑棋都是有的 当然呢 对于这两种下法呢 白棋也是可以 就是说呢 应对的 在实战中呢 大家呢 听完本期讲座以后呢 不妨您在实战中呢 运用一下 看一看这个外靠的效果如何 好 本期讲座呢 我们就给大家呢 讲解到这里 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通过拨打热线 或者是发音调的方式呢 与我们联系 我们尽能力呢 给您语答复 谢谢收看本期节目 再见